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看有关链表中的节点删除的问题 我们给定一个单向连接的链表 大家注意是单向的 也就是说在处于某一个节点的时候 你只能往后走,不能往前回去 所以对一个单向连接的链表 如果我们给定链表中的某个任意节点的话 要求我们必须在OE的时间之内 删除掉这个节点 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 这个题目似乎是不大可能做到的 因为你要删除链表中的某一个节点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需要找到这个链表前面的节点 比如说现在我们要删除的节点是3 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找到节点3前面的这个节点2 然后把节点2的这个指针指向这个节点4 这样的话才能够去成功的删除这个节点 但问题在于现在我们是一个这个单向连接的节点 处于节点3的时候 我们只能走到节点4走到节点5 没法直接往前走回到节点2 要想回到节点2的话 我们必须从这个链表的前头开始 最初使的这个节点开始 往后变力 直到变力到这个节点2为止 但是一旦你要从链表的节点开始变力的话 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循环 有变力的话就不可能是在OE的时间之内了 因为如果变力的话 如果我删除的是导数第二个节点 这样的话我至少要变力这个N-1个节点 这样的话整个时间复杂度它就不是OE的了 因此从表面上看的话 要想在OE的时间之内并且不能在分配多余的空间之下 成功的去删除一个单项链表中的某个指定节点 是比较困难的 看似是不可能的 但如果我们稍微做一个改动的话 如果这个节点不是尾节点 比如说在这个对列之中 5个节点 只要给定的节点不是最后这个节点5 而是前面的1234中的任意一个节点 那么给定这个节点的时候 要在OE的时间复杂度的情况下删除这个节点 其实还是能够做到的 而且是比较简单的 只需要我们有一点类似于点小小的脑筋机转弯 这样一个技巧 OK大家可以这时候暂停一下 可以想一想 那么当大家想我思考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走 那么假设我要删除这个节点3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要得到节点2 然后改变节点2的指针 但现在我们又不能往回走去拿到节点2 这时候怎么办呢 有一个小技巧就是 把节点4的值拷贝到节点3 然后把节点3的指针挪到 指向next指针指向节点5 也就是变成下面这个样子 大家看 我把节点4的值拷到了这个节点3 然后把节点3的next指针指向节点5 这样的话 虽然我这个节点4还存在 但由于我从头去便利这个节点的时候 我走到节点1 走到节点2 然后这时候得到了这个节点就节点4 那么再走下一个节点就走到节点5 最后就出到这个末尾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当前要删除的节点 因为当前要删除的节点是节点3 通过他的next指针是完全可以找到他的下一个节点 节点4的 有了节点4 再通过这个next指针就可以找到节点5 所以在节点3呢 我们可以找到下一个节点的下个节点 所以只要把下一个节点的值拷贝到他自身 再改变一下自己下自己的next指针 指向下下个节点 就可以相当于删除当前自身这个节点了 OK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代码实现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代码实现之中呢 我们在这里面多添加了一个类 叫做noDelete 那么noDelete呢 很简单 给定一个这样的节点 首先在这里面我们判断他的next指针不能为空 因为如果next指针是空的话 就是尾节点 是尾节点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在OE的时间内进行删除了 如果不是尾节点 那么我们把当前的这个 把他下一个节点的值拷贝到当前节点 比如说对应着当前是3的话 他下一个节点的值是4 那么把下一个节点的值拷贝到当前节点 那么当前节点的值就由3变成了4 然后再由当前节点的next指针指向下下个节点 那么这一句话呢 执行的就是这个功能 执行的就是这个功能 把这一个原来节点3指向节点4的next指针绕过去指向节点5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成功的在OE的时间之内删除指定的节点了 那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组入口感数 在我们的组入口感数中 首先我们先创造一个节点 有10个元素的一个单向链表 然后首先我们先打出这个链表 最后我们删除这个下标为3的节点 也就是删除这一个节点 删除了之后 我们再把这个链表打印出来 好我们得看一下运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运行了之后 OK大家看一下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链表是01234一直到9 这时候再删除了之后 我们就012然后一直到了4 直接到4 紧接到5到6到7到8到9 OK大家看正好是中间第三个节点 就是这个直为3的节点正好被删除了 那么在这样的话 从这个结果上来看 我们这个算法的这个实现的目的是正确的 再看一下我们具体的实现 在我们的实现里面就单单的两行语句 那么也就是说除了一个这个节点的数值拷贝 然后一个节点的这个next指针修改之外 我们没有任何便利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确保我们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OE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一个要强调的内容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一节里面 似乎整个的这个算法实现 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你是在这个面试之中的话 那么你首先是要有心理压力的 在心理压力之下 你是很难一开始想到类似于这种小技巧这种情况的 如果你没有心理压力的话 那么放你啊 你在一个轻松状态下 可能十几二十分钟或许能想到这样的一个这个算法 但是在有时间的约束和心理压力的情况之下 要能够快速的大概在十分钟之内想到这个做法 同时要把代码写出来 并且保证代码不出错 那么具体做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有备无患 先看一下这道题的做法 有了这样的准备之后 以后在面试中遇到类似的情形 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不被当时的压力给堵住你的这个思维活动能力 所以在我们这个看似简单的这个算法题中 由于我们当下并没有处于这个面试的压力之下 所以可能想起来比较容易 一旦有时间约束和面试压力的话 那么要做到就很不容易了 好 在这里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检测一下边界条件 现在我们是删除的是这个中间的某一个节点 我们看一下删除最开始这个节点 我们的算法有没有做错 因为一般来说这个边界条件是我们算法实现中最容易出错的 并且也是算法面试中最喜欢去考察的一个点 所以当我们做完这个做完这个算法之后 我们必须找一下这个边界条件 同时要确保这个边界条件不能够出错 好我们看一下边界条件是零 然后运行一下 那么也就是我们删除的是最开始节点 大家看在这里面第零个节点就删除了 后面的仍然保持不变 可见我们的算法对这个边界条件的处理也是比较合适的 并没有因为这个边界条件而使得我们的算法出现bug或崩溃的情况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这一节虽然简单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小技巧 是不大容易想到的 在这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在未来的这个算法面试中能够做到有备无患 好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谢谢大家